6月5号 胡军出席粉丝见面会 一身休闲装扮 搭配酷炫目性的他帅气出场之内提的是 当天康康久儿也现身活动进场 我们的霸道总裁康康当日十分火泼 还亲自在签名板上一笔一画书写自己名字 这认真的模样简直蒙一脸呢 粉丝见面会上神秘嘉宾柯兰前来助阵 这一商场便借由天气热原因 当节奥脱去军哥的外套 我说军哥不要这么害羞嘛 大家都坐等看着呢 当到粉丝回应胡军经典作品的环节时 大家不仅感动了泪 其中最受关注的一部作品《蓝宇》 也是让大家难以忘怀 再度提及这部作品胡军感叹 这部电影呢 说句实话 对于我而言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 十几年前了 但是现在大家还那么念念头啊 有时候记者一直在采访我说 怎么怎么样 你觉得有什么感触吗 我只有一个感触 这个电影 我跟刘烟演得好 所以说让大家记住 它已经不光是一部好电影 它变成了一种情感的一种意图 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 这么多年的支持 跟观感 谢谢你们 现场 胡军应邀大发福利 深情献唱歌曲 粉丝们不要太激动哟 我们的康康一脸淡定 平生台出阵老爸的粉丝见面会 霸道总裁范儿上身 参加完爸爸去哪儿后 不知胡军在家中地位 是否有提高呢 给您家里人排个名 家里排名 你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是谁 最爱的 一是爷爷 一是爷爷 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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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胡军是怎么跟粉丝互动呢 什么微博上啊 什么就这个 然后演出的时候 他们会来看 然后拍戏的时候 他们会来看班 别忘了 你 你 我 我 中 içinde 有 美 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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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 你 我 你 你 我 感谢观看